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卷板机卷板的操作 卷板卷源加工是通过卷板机对金属板材进行连续弯曲加工成型的过程 根据卷制工艺不同 可将金属卷板卷成圆形、弧形和一定范围里的锥形工艇 钢板卷筒广泛使用于造船、水泥、锅炉、航空、水电、化工、金属结构及机械制造行业 卷源加工的卷制工艺过程主要分为浴弯、对中、卷源和脚源四个步骤 首先是浴弯 卷板时平板两端各有一段长度 由于接触不到上轨而不发生弯曲 称为剩余之边 工艺档将平板开始弯曲的最小利比叫做理论剩余之边 其大小与设备结构及其弯曲形式有关 第二步是对中 对中的目的是使弓箭母线与滚筒轴平行 防止产生扭斜 第三步进行卷源 卷源加工是产品成型的主过程 非一次禁忌与多次禁忌两种 卷制后板常用多次禁忌 禁忌处处取决于工艺限制条件及设备限制条件 能卷回弹量显著时需加一定的过卷量 第四步是对卷源成型进行搅圆 搅圆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整圆区率均匀一致 保证产品质量 以上是卷板加工卷制工艺过程中操作的知识点 您了解了吗 金属板材加工5小时 细节定成板 三文重工规范操作 严控产品品质 强化质检 保证加工的每一件钢构件都是优质产品 我是三文武雪 关注我 每天分享钢机构小知识